7月16号是关永和的53岁生日 以前她是观众原盛家的TVB当家华诞 现在是影帝张家慧的太太 为了照顾家庭 心甘情愿做成功男人背后的女人 今日港媒拍到她独自到超市购物的照片 如往媒太大改编 这个发型还是她当年在香港亚洲电视台演女主角时的经典造型 搞没指关永和逛了大半天 不是给老公买生活用品 就是给女儿买零食 心中只有家人 并没有给自己添置一些什么 每一样都细心研究 看看营养成分 为家人做足100分 购物完毕 关永和直接按电梯到楼下停车场 开车回家做饭去了 自从2006年生下女儿张童之后 关永和就渐渐淡住娱乐圈 专职当家庭主妇照顾家人 虽然期间关永和曾经付出拍剧 但张家慧爱女如命 不希望两夫妻一起忙 冷落女儿 便反对太太在演戏 自己承担赚钱的责任 关永和张家慧在1992年 拍摄《龙在江湖》而相恋 当时关永和已经是当家化蛋 张家慧则是名不见经传的演员 张家慧曾因为迷失自我而远走他乡 但关永和不离不弃 独自留在香港等待 并照顾家慧坏癌的姐姐 最终家慧回头 2月2003年在澳洲登记结婚 结束长达14年的爱情长跑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